好 那個 今天我來挑戰一下10分鐘把它講完試試看 好 平常都要講3小時 創業跟品牌 我先只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創業故事 不是來打什麼廣告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 我叫尤其鴻 那剛才講過了 那我這個名字 是算命算的 那怎麼算 去路邊隨便找一個算命師跟他講說 3000塊給你 給我一個好名字 他就給我30幾個名字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尤其鴻這個我喜歡 他跟我說這個名字大覆蓋 我說你不要講 我只是喜歡這名字 再見 他就走了 我跟你說 喜歡自己的名字很重要 喜歡跟快樂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那我介紹一下我曾經的工作歷程 我的第一份工作 先各位介紹 我最早最早家裡的工作是樂器行 所以本人以前是個鋼琴老師 OK 然後再來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上台北了 因為遇到921 中部沒有工作 就去台北工作了 我決定我一定要做跟聲音有關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我音樂很厲害 結果接下來的第一份工作叫0204色情電話錄音 所以我看到很多社會的黑暗面 就是一個胖胖的女生 然後帶了兩個小孩子 你們在這裡喔 然後繼續 然後錄了一堆 然後我就覺得這錢真好賺 很逃遍 對啊 一個月150萬 莫名其妙 OK 再來就是我曾經在光華商場組裝過電腦去面玩過 我那時候剛好在網路正在起飛 我曾經一天煮87台電腦 如果玩過Ghost就知道 就是硬碟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 然後 出去 出去 好就這樣子 那阿貴Fresh動畫有沒有可能看過 那個有沒有聽過 好那個遊戲音效就我做的 然後再來就是來電達靈 就是一些喔 一般就是我們手機那個 嘟嘟聲換掉那一個 我曾經大概做了800多首 剪接過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曾經是遊戲橘子的編曲製作人 然後再來就是 王偉宗旗下的泛聲音樂音樂製作 國光幫幫忙跟儘管哪裡有問題 那時候是我有經手過的 然後再來就是 東升購物 東升購物的成音師 然後也 我還有做過很多手機遊戲的音樂 那我們開始往下走 這是我公司的核心價值 就是 創意誠信精彩 大概就這樣子 那下一個 好算了 好 這是我們公司的slogan 貼心 貼心 然後這是我 我以前彈鋼琴 有點氣質 現在看起來 不是很有氣質 那也送給各位一句話 好 沒事 站來這裡講講話 非常的好 因為有一句話大記一下 樹若無疲 必死無疑 下一句我們知道 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 OK 好 那我現在來這邊 我從音樂人 我曾經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音樂人 那 後來因為脾氣不好 沒有看過製作人脾氣好的 結果 我前妻跟我在一起不快樂 她就跟我離婚了 我求婚求得很扯 我求到美麗華摩天輪 全台美麗華摩天輪 第一個求婚的人就是我 結果呢 求婚完 因為太感動了 她一個月以後 因為我那個女朋友那時候答應了 她一個月之後 因為她早就外遇五個月了 可以同意思嗎 那我等於是一個月內結婚 然後就一個月內就離婚了 非常嚴重 那時候 嗯 做了一些事情 蠻扯的 就是沒辦法工作 因為我是做音樂的 沒辦法工作 再來 就是 嗯 工作沒有了 然後家人覺得很丟臉 就把我趕出去 然後再來就是 錢又被真信社騙了 被騙了快一百萬 真信社是很可怕的地方 真信社跟地下錢裝飾一樣 一般都是 下一個會更好 你想開一點 不要 不要 不要傷心難過 真信社是不是 這我一定會帶你出力 這超過分 然後呢 我叫你去 我 你給我五十萬 找兄弟去把他腳打斷 然後真的給他五十萬 以後就發現 他不幹欸 你也不能把他怎樣 難道教唆殺人 還是無法履約嗎 不可能 好這是中間的故事 我非常快速講 然後後來就開始做一些東西 然後我後來 心情很低落 就遇到一個心靈課程 很奇怪的心靈課程 然後我從這輩子第一次就是 什麼事情我都可以嘗試了 因為我死過一次 那就是自殺差一點沒有成 就是差一點成功 被一個管理員救下來 我差一點跳樓 結果那個管理員從一樓衝到十三樓 然後把我拉下來揍一頓 然後跟我說 你跳下去我就慘了 所以我知道了 所以我都知道說 沒事不要去傷害自己 因為也傷害很多人 後來我就做了很多事情 穿了裙子啊 什麼都可以 半女裝 這是我在遊戲局子的時期 然後這個是以前當 那個聲音製作的時期 然後這個是在錄音室的時期 然後這個是去 因為那時候沒有工作 很慘 結果後來去擺地攤 結果擺了地攤 那時候其實臉相就不好 看起來就比較蕭條 那時候還躲房東 我曾經吃一個禮拜的泡麵 而且更扯的就是 再去公園洗澡 那時候我在樂華夜市擺攤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奇怪了 那個 為什麼我的攤位前面都沒有了 那時候我賣那個手錶啊 那個手錶啊 那個鬧鐘啊 那些手勢啊 之類的 有沒有看過那種創業包 創業皮箱有沒有 就跑這種 結果後來還被 就是還被警察抓過 阿中千雄怎麼都沒有客人 結果我們隔壁的邁延牆阿伯跟我說 哎 那小伯娘 怎麼都沒有客人 他就跟我說 阿你就沒下去發阿 沒錯 我那時候都不願意下去喊 因為我以前製作人 被認出來好慘 那我就覺得 不敢下去喊 那 他說你沒下去 沒下去發要怎樣 我說 沒錢阿 要怎樣發 他說你把頭要你就可以撩了 我懂了 然後於是我就開始衝 結果那次開始亂喊 就發現 攤位前面一定有人 不管怎麼樣 攤位前面一定有人 叫來騙來 賠他錢都沒關係 反正人一定要前面一定有 後面就會到牌場 很很神奇 好 這個是後來 活下來就跑去東升購物 那我怎麼考上的呢 東升購物我做了很多事 阿我考上這家公司 怎麼考的 這家公司去考的時候 他的 他前面沒有監考官 然後有 然後就是有一天他其中有個題目 給我一張白紙 然後呢 上面有50題的 給我一張白紙跟橡皮紙還有鉛筆 然後還有50題的數學題目 叫我要做 第一題是1加4等於多少 第二題是2乘6等於多少 就很簡單啊 後面數字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只有加減乘除 總共50題 他就跟你說 五分鐘之內你可以做幾題 然後於是呢 我就看到隔壁 開始 隔壁就開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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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開始寫 那我就覺得你們是白痴嗎 我就把手機拿出來按 按完之後 考試結束了 然後呢前面也沒有檢考官 我回去我就被錄取了 然後檢考官 那個我的主管就說 你錄取了喔 你知道你為什麼錄取嗎 我說因為我聰明吧 然後他就說 不是 因為我那邊有攝影機 我沒有看到 只有你跟另外一個誰 有拿出手機來 我們需要一個會變通的人 懂嗎 OK 好這是故事 後來呢 因為我跟我前妻的事件 那時候有告來告去啦 然後那時候我決定放過自己 那我就決定就是 欸 測告 就是你要兩百萬不用了 我我我算了 全部放下 就給他了 嘿我就不完了 就是我我我認賠 那那時候什麼聘軍都不要了 那我決定要去散散心 那這個時候世界開始顛倒 就是說我那時候不工作 就是在 我那時候在王美中旗下工作了 結果那個製作人 我說欸製作人我想要去環島 那製作人說 不可能你環島就不要來了 於是我就做了一個很誇張的決定 好吧 我還是要去環島 我覺得人生一定要精彩一次 我去了再見 他以為我在開玩笑 後來第二天我人就不見了 然後呢我記得我回來的時候 手上大概有快八十通未接來電 嘿 然後呢 他跟我說不要來了 結果我回去的時候他跟我說 你還是回來啦 沒有人啦 我需要你幫忙啦 那時候換我跟他講說 嗯 我要看心情 就是反過來 那時候我就決定要創業 那創業的時候呢 就是 就開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就是 什麼跟男生接吻啊 然後那個 穿睡衣啊 然後去當警銷啊 莫名其妙 就覺得人生什麼都可以去玩 好 然後後來有一天我去機車行 我發現說 欸機車行 機車行可以充電嗎 可以USB嗎 可以充電他說 不行欸 你的怎麼辦 可以點煙氣嗎 他說不行 你的那個機車太小 不能裝點煙氣 那我說那可以 裝USB嗎 他就對著我說 什麼是USB啊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回去 開始幹這件事情 其實故事還很常 濃縮非常多 好 這個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我就趕快給他弄過去 好 那呢 我就出來混 就是音樂就是混起來才好聽 我們人生就要跟別人混 這樣才會有新的故事 才好玩 對不對 然後 這個叫無間不成商 間是什麼間 小大間 因為古時候啊 暗米 要把米弄得尖尖的 給人家 這樣子呢 客人才會多 欸覺得欸 你的好像比較多一點 再來 老闆 老闆 這個叫老闆 一個門裡面 做一個有品的老闆 不是只是想賺人家錢的老闆 你做的東西是有品質的 那另外一種老闆就是 一塊板子就可以做老闆了 每天想賺人家錢 所以做一個 把事情做好的老闆比較重要 那來這邊 來這邊我覺得每次都很精彩 今天遇到那個尼顧問 原來是這邊的顧問 這樣子 他教我的兩句話 就是世界上最難的兩件事 就是把我的想法放在你腦袋裡 這很難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的錢放在我口袋裡 這也很難 好 接力實力 就是借自己的力量給別人 我借給人家 我不要整天想借別人的 好 不要想賺錢 想做更多事 其實我現在都跟 我的員工他們都講說 不要想賺錢 這年頭想賺錢人太多 想做事人太少 好 快到了 好 找到工作 好算了 反正就講這樣 我先跟他講 朝聖 朝聖 我希望這個原地 這個叫 這是朝聖 聖應該口耳相傳 裡面最厲害的那個王 就是聖 朝聖 我希望大家以後來這邊朝聖 變成這邊是一個 沒來好像是錯的地方 對不對 好 結束 QA好 QA好 3分鐘QA4 我用最快的方式講 好累 有QA嗎 有人要問問題嗎 太完美了嗎 請說 為什麼環島前後階段就會想到自己出來創新 而且話這麼大 有QA嗎 環島非常好 環島不要機車環島 要腳踏車環島 真的 你走路環島跟佩服 因為環島會想很多的事情 你哪知道環島你到底環得晚嗎 中間會不會出車禍啊 中間會不會走不完啊 會不會累倒啊 會不會沒錢啊 會不會出現各種狀況 啊 還有環島完 也沒有人拿獎盃給你啊 對不對 也沒有人替你拍拍手啊 但是它是一個成就 我做過 你有嗎 就是那種感覺 這種東西買都買不到 所以 有機會可以去醫生 而且中間過程會想很多事情 因為實在太無聊了 好 還有問題 誰 誰 蛤 有沒有朋友有問題的 快點喔 快點喔 你講 我們家光華是哪一個公司 喔 忘了跟你講 光華那個公 我自己也在光華做過 喔倒了啦 他那邊平均一個月 一個月要倒三家公司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對啊 還有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講的比較急啊 不好意思 用最快速度把它講完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假如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有掌聲謝謝小優先生 好 謝謝大家 對於剛才對於